其实在日常情况下 我还是更推荐大家使用原版系统的 因为它虽然逐渐臃肿一些 但基本不会出啥岔子 但除了日常情况 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想要一个稳定的游戏系统 重复更新的办公系统 或是使用虚拟机 一些小主机 公控机的时候 安装小体机系统 对这类特殊需求 一个精简版系统就很有必要了 所以今天 莫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了五款 精简修改版第三方系统 注意 由于这些系统都是经过日未修改的 所以使用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建议不要在商业设备上使用这些系统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款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的系统在装机圈里就算没用过 应该也听过 这是它的博客 可以看到初心大脑更新还是蛮勤快的 它的系统主要有美化版 游戏版的Win10和Win11 这也是它的特色 随便点开一个系统页 就能查看这系统的说明 那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版本呢 以上边的Win10 2H2为例 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 想找一个不更新的游戏系统 那么就可以下载这个游戏版 如果是日常个人使用 不更新 可以用美化版 如果是办公 只用下边这个纯净经纪版 在下边还有一个可更新的版本 但不推荐你使用 一更新 这些系统的优化修改 可能就没了 如果是虚拟机 空空机这些特殊这种场景 可以用深度经纪版和极限经纪版 这俩体积小 经纪系统通常来说 都很花费作者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不忘初心的系统自然也是收费的 注册它博客的邀请码需要购买 另外下载部分系统也要单独收费 毕竟要掐饭的嘛 第二款 WinOS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个系统 而是一个网站 WinOS是由多位大脑 一起发布经纪作品的一个博客网站 Sanad win11 Sanad XP 甚至Sever 服务器系统它都有 由于是多位大脑一起更新 所以系统发布速度那是相当的快 但也正因为系统更的快 所以它看起来其实会感觉比较乱 一些系统的介绍页会写的详细一些 而另一些则写的比较少 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系统 可能得慢慢调削 WinOS博客注册需要购买邀请码 并且价格还有点离谱 但里边的很多资源 它的作者会直接把下载地址给贴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不注册也能下载 总的来说 在这个网站上下系统 资源很多 但你可能得花点时间调一下 第三款 Win7出品 要说Win7时代好用的第三方修改系统 Win7必须用姓名 但众所周知 Win7这玩意儿连他老爸微软都不要了 所以Win7的Win7系统自然也就停更了 不过没关系 Win7虽然停了 Win10不还在吗 正如其网站上所说 Win7是一个更专注的第三方系统 所以它的Win10也仅提供专业版和ATSC 两版本 下达页面即可看到系统说明 提供多种下载方式 并且不收费 只不过更新速度却是慢一些就是了 Win7的系统适合日常办公室用 另外其实它是有出过Win11的 不过没有网站 只在公众号更新了俩测试版 时间还是2021年 这系统搞这么慢 真怕坐着哪天跑路了 第四款 Atlas OS 游戏帧数暴涨 极致流畅稳定 破电脑的救星 Atlas OS 没错 正是在下 Atlas OS 是一个国外的Windows精简项目 只在为游戏玩家提供一个性能更强大的系统 它的安装方法非常有特色 并不是我们常见的 已经封装好的镜像 而是一个单独的部署包 Atlas OS 要求你先安装好Win10原版系统镜像 在这系统安装好的基础上 运行部署包 来完成精简 工具的下载完全免费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它的部署包在运行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丢丢特殊上网技巧 目前 Atlas OS 仅提供了Win10 不过Win11的进行期待按钮 已经出现在了官网上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性能的游戏玩家 那么不妨试试这款系统 另外 你们想看这款系统的部署教程吗 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第五款 Tiling系列 如果你追求极致精简 把系统镜像干成股价类中 那么Tiling系列 就是你需要的 Tiling系统来自NTDEV这个团队 只在让小内存的老设备 也能运行新系统 团队最近已经在176兆内存的设备上 抛弃了Win11 有点离谱 NTDEV有蓝鸟 有管 就是没管网 所以他们的系统 啥都好 就是不好找下载链接 当然 我也把我找到的链接 放在附件表 大家可以去下载 总而来说 Tiling系列 是会用在一些小内存的公共机 或是虚拟机上 比如我的C92 装它就没毛病 那么在这里 本期视频的五款精简系统 就全部介绍完毕了 按照国际管理 这些系统的下载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的附件表里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嗯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